王維有句詩,勸軍更盡一杯酒,篩出陽關無故人 不過在60年代的中國,篩出陽關你會遇到很多故人 他們都是響應國家號召,從全國各省市擁對新疆,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支援邊疆開發的青年人和專業人士 之前兩集的聲音專欄,我們都講過兵團開放劈石的奉獻故事 其實兵團人不單是搞基建,路修好了,廠建好了,樹種滿了,但援僵的使命未完 他們還要獄人,還要受人以餘 解放前的新疆,百姓以放牧為主,牧民以天作彼,以地為家 所以孩子上學或牧民病了要看醫生都是難題 70年前,黃鎮將軍率領部隊來到這片人跡刊誌的方圓上開狠 改善了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問題 1958年,黃鎮將軍指著地圖上俗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馬干福地 他說,我們要在這裡為南疆的人民建一間大學 然後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沙漠裡的大學,塔里木河農業大學就是這樣動工 對於貧籍的地方,輸血不是長久計,要懂得做血,新疆才能長治久安 於是國家決定在沙漠建一間大學,培養,留得住,用得上,做得好的人才 大學的初型很簡陋,先是畫一個可以容身的地窩子 首批大學生就來報道了,黑板掛在胡陽樹就成為講堂 學生一邊開放一邊學習,校舍自己起,糧食自己種,教具自己做 師生畫地為防,偏麻作枝,石灰做粉筆,墨水瓶就可以做成梅油燈 不少新來的師生一入夜就在胡陽臨迷路 全校的師生就會拿著馬燈傾巢移出地去找 漆黑大幕裡的尋人燈火成為了這段言情歲月最常見的風景 嚴春宇是資深的梅子專家,1961年在黑龍江來到塔裏木大學任教 15年堅守在梅園,終於研發出以賦予勒香梅雜交出來的優質、早熟、 內儲存的梅子新品種新梅七號 這裡不單有像嚴春宇這樣的梅子教授,還有蘋果教授、墨子教授、棉花教授、 楊教授、馬教授、播種機教授、收割機教授等等 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專家學者 而且來的時候豐華正謀,今天已經滿頭白髮 有一位來自上海的盧教授,有次就回到上海盧家參加學術交流 主辦方安排了書式款待,並且印發大量珍貴的學術資料給大家參考 盧教授找來主事人,他講明說自己是來自資源貴乏的塔利木大學 他提出不享受這些款待,想換來要多幾份重要學術資料的請求 盧教授的要求感動了所有人,主辦方立即滿足他的要求 但因為拿的資料太多,他搭飛機回去的時候,老教授的行李超重了 兩難之下,他偽然將上海家人給他的特產和保健品全部丟在後機大堂 珍貴的學術資料一份都沒有留下,全部塞進行李箱,帶回新疆 還有研究微生物學的張莉莉,1983年他在塔利木大學畢業後 去到武漢讀碩士和博士,再去到美國和日本做訪問學者 東京大學想留住他,他就說,我要回新疆,國家需要我 大幕裏有我的學生,我必須回去 後來張莉莉更做了塔利木大學的副校長,直到退休 塔利木大學最初只是一間帳篷大學,全校只有19個教師和500多個學生 簡單分了農業經濟、農學、水利、農機和匯計5個班 由幾個帳篷5個班,發展到今天,在校學生有3萬多人,教職員1,500人 16個學院92個本科專業,還有碩士博士生 建校到現在,9成以上的畢業生都留在新疆 沙漠學府也由最初的農業大學改名為塔利木大學 由農業院校擴大成為綜合院校,由輸血引財發展成為造血肉財 讓事實造證,讓歷史說話,這個科目到底是被救活了,還是被滅絕了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 多謝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